欢联县志工服务社协会为了照顾偏乡长者 每个月都会走入偏乡服务 而这一次是来到了月梅村 30位的志工每一位身怀绝技 在退而不休的理念之下 为长者维修电器不收半毛钱 让偏乡长者相当感激志工们的一举 一大早就有许多部落长者来到月梅村 活动中心前减法修脚踏车修电器 还准备了响喷喷的膳食 月梅村长周光明相当感谢志工服务协会 能够走入部落 让部落行动不变的长者 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在这一天 受到志工们的服务减少外出的困扰 花蓮县志愿服务协会来到月梅村 做一检还有脚踏车 还有这个家电的维修 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来这边 志工协会理事长黄艾玲表示 30位的志工来自不同的职场 大家都非常愿意提供服务 让长者不用外出就能够维修电器 所以像这个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能够教我们的社区 怎么样修脚踏车 或者是你想要来学一检我们都可以 也欢迎所有的志工伙伴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业 而维修电器的费用也都是协会募款而来购买的零件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志工走入偏乡 为偏乡地区的长者带来更方便的服务 最近出来帮忙当志工 已经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对你来讲很简单嘛 不困难 想做就简单啊 不想做就困难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